欢迎收看KNT快报 前首相兼巴俄国会议员慕尤丁询问政府 是否会效仿国盟前朝政府推出振兴配套 协助一些行业走出疫情阴霾 他担心如果政府不介入 今年会更糟糕 不过经济部部长拉斐兹回应 目前除了农业 各行各业已经恢复 因此今年情况已经好转 就算再怎么糟糕 都不会像慕尤丁时期那么糟 结果拉斐兹这番言论 引起国会一阵骚动 zug symphony 或监� 联合 或监 靡 当 即 г 领冠英今天报警要求警方调查慕尤丁指控他 在担任财长时撤销爱布卡利基金会免税优惠的言论 林冠英警告慕尤丁别学习美国亲总统川普利用谎言为选举造势 林冠英今天到金马区警局报案前召开记者会 他抨击慕尤丁不负责任 为了在即将来临的州选捞取政治资本 不惜以谎言制造社会紧张 林冠英表示报案是为了避免诽谤言论在六州选举发酵 我们也知道他不会收回 因为他要面对企业的州选 我们希望包括我们的马来同胞可以看到 我们不是单单被冤完 我们要集结这种种族 这种极端政治 用谎言 用恐吓 用憎恨来引起人民的支持 这个我们要继续努力 揭发他们的谎言 为了让马来西亚能够走更前一步 早前慕尤丁在接受反贪会调查后 指控林冠英撤销商业大亨赛莫达 旗下爱布卡利基金会的免税优惠 慕尤丁说他认详后接获赛莫达申诉 进而要求财政部和内陆税收局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不过却因此被控贪污滥权 林冠英上个星期发律师信 限定慕尤丁七天之内撤回诽谤言论 今天他更进一步行动 要求警方介入调查 Kini TV记者彭于文采访报道 凯里认为巫统党选结果显示 纳吉虽然在金月服刑 但他在党内还有巨大的影响力 凯里说从新中选的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来说 许多是纳吉的忠实支持者 凯里在和巫统前宣传主任沙流的对话影片中表示 许多媒体说巫统主席阿莫扎西控制了巫统 但仔细看看党选结果 扎西虽然很强 但最高理事会里也包括了 我的老板Bosco的忠实支持者 当中包括吉兰丹巫统主席阿莫加兹兰 前华林国会议员阿杜阿兹 乌鲁冷月区部主席佐汉 巫统宣传主任伊山伽利尔 以及洛曼阿兹 凯里认为尽管纳吉在坐牢 但纳吉能够通过这些人 左右巫统未来的方向 因此纳吉的故事还没完结 但我说Bosco是一种力量 肯定是一种力量 肯定是一种力量 探望女儿和外孙以及度过开斋节 对此凯里嘲讽 这显示 他今年1月遭到巫统开除党籍 目前维持无党籍身份 内政部部长 尼纳兹米表示 柔佛王室持有的邮宗公司 在环境评估报告批准前 就率先擅自开发森林众邮宗 事先抵触环境法令 环境局因此发出停工令 尼纳兹米在20号回复公正党议员 李建聪的询问时透露 AA Savit公司在柔佛新楼开闭邮中原 但东宫前却没有获得环平报告批准 因此必须停工 AA Savit的股东是柔佛苏丹伊布拉辛 和柔佛州王储东姑伊斯迈 尼纳兹米也说 计划发展商也需要在施工地段 展开修复工作 以便控制侵蚀和淤泥 避免污染附近的环境和河流系统 去年7月 南华早报援引卫星照片报道 AA Savit在环平报告获批前 开发了新楼PTD4118区块的森林地 建造油中原 占据3775公顷土地 环境局当时向南华早报表示 他们已经针对本案展开调查 吉隆坡一家夜店打算邀请泰国猛男 穿着女装表演引起各方反弹 一党巴西马国会员阿莫法德里 今天在国会挑起泰国猛男秀的课题 但是首相处副部长威尔逊-乌卡 出奇招反击 讽刺地劝告他不要出席捧场 Berangka Malaysia berdiri ini adalah untuk menyusuti kepada semua rakyat di seluruh muncul dengan adanya agenda-agenda program begitu yang berhormat janganlah masuk kita kerajaan kita tidak tidak ada program-program seperti yang dikatakan yang berhormat tadi so mohonlah Malaysia berdiri ini tak akan teruskan dengan program yang tidak sehat itu yang berhormat 太国猛南秀掀起巨大争议后 警方要求店主取消活动 而店主也已经同意 但是在这之前 泰国猛南秀成为了各方攻击的目标 一旦形容猛南秀不道德 而且恶心 而首相政治秘书也指出 有关夜店的餐厅营业执照已经过期 当局将取缔任何威力行为 一党总秘书达基尤丁 今天发文告说 Privacy Tun Raza夜店要举办的 泰国猛南秀 太过火 不敏感 不道德 而且恶心 是在宣扬享乐主义 色情和性自由的文化 一党质疑 这项活动对伊斯兰的联邦宗教地位不敏感 更何况 这个活动是在灾戒月期间举行 一党也不满 这家店竟然获准以前首相阿都拉萨的名字命名 另一边乡 首相政治秘书阿兹曼则透露 吉隆坡市政厅调查发现 有关夜店餐厅执照已经在2021年2月到期 而且没有娱乐执照 也没有申请举办娱乐活动 如果主办单位违反规定 将会受到对付 尽管马哈迪因为茅草行动而饱受各方抨击 但他否认自己是茅草行动的始作俑者 相反的马哈迪认为 安华当了首相后 当今政府对马来人有偏见 而这才是一种煽动行为 政府领袖才应该被煽动法令对付 马哈迪今天在面子书为自己辩护 并说时任总警长韩涅夫已经声明 茅草行动是警方的决定 针对巫统前议员纳兹里 要求政府以煽动法令对付 马哈迪则说 他没有禁止集会和言论自由 马哈迪便称 当我担任第四任首相时 安华每个星期进行示威游行 但是我并没有阻止他 可是如今他成为了首相 他却不让马来人探讨他们自身 所面对的问题 这种对马来人的偏见 是政府种族主义的体现 这是一种煽动行为 更违反国家宪法 因此政府领袖才应该被援引 煽动法令对付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KT快报 更多的及时内容 尽请留守KTV 中小的YouTube和面子书和IG 我是曲国荣 我们再会